好,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叫计程中的构造和析构 那首先,咱们这个里边再来拍一个新的项目 看看构造和析构它是怎么调的,对吧 0,7,构造 计程中的构造和析构 下一步,然后呢,通项目完成 右键添加形象 好,那在这里边我们来一个class,base,这么一个类 那么这个base类中呢,我来一个base,来一个构造 构造,来一个写上咱们的base构造的构造函数调用 那个叫默认,默认过了函数调用 好,那么下边呢,我们再来一个base的构构 构构环数调用 也要是base的构构环数调用 那么下边呢,我们再来一个子类class3 那么其实你在开发中啊,见过最多的一种继承方式呢,就是public的继承 一般来说,我们很少有需求说,才用保护继承或私有继承 其实我们更多最多用的就是公有继承啊 所以说我们以后呢,可能写的它比较多一些啊 好,class3 那么我们继承base以后呢,这个3类,我的构造和构构我也打印一下啊 就改一下明确性,3的构造和构构,3的模认构造和构构 好,下边我来做一个测试,我的pnsp任意 好,这是不是没写作用力啊 tubulate作用力,下边还有什么问题,这怎么还够保护呢 上面没写啊,上面没写啊 上面没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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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哦,背上没写啊 所以它访问不到,好,来,再写一下啊 比如咱们这边写一个base的b1 现在你应该很清晰,它应该会怎么掉,对吧 它肯定是掉你的base的默认构造和构构啊 先看一下 base的默认构造和base的构构 好,那么这时候如果我要掉一个子来 base的se,那它会掉什么东西 它会掉自己的肯定很没问题,对吧 但是它是先掉它呢 还是先掉它呢 还是说它就不掉它呢 哎,那么我们看一下结果,是吧 这个大家心里有各种各种各样的答案,是吧 而看一些结果都很清晰了 它应该先掉了谁啊 啊,想想他爸爸,是吧 因为你要继承你爸爸的,不是 他要继承他爸爸的这个里边的所有属性,是吧 他要继承他爸爸所有的属性 所以说他要先把他爸爸的这个构造先 先构起来 那构起来之后他爸爸里边呢 就有所有的属性了 那他呢,哎,除了他爸爸身上所有属性都拿过来以后呢 自己还有一些新的内容可能要重新的进行构造 哎,这是他的所有构造顺序 先先让负类构造 然后再让自己这个构造 那么吸购顺序呢 是相反的啊 先把自己干掉,然后再把他父亲干掉 明白了吧 好,这是咱们的这个构造以及吸购的顺序啊 好,那么,呃,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说了啊 子类呢 会,会干嘛呢 会继承负类的成员属性 以及成员方法 函数 但是,啊,子类呢 不会继承什么东西 他子类呢 是不会继承你的负类的构造函数 和吸购函数的 你想想如果他继承了这些函数的话 他为什么还要还要再吊死他 是吧 所以说他继承不了他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想 这个负类中 如果有些 一能用M3A 那你子类知道如何去处理化这个负类的东西吗 不知道吧 你这个子类怎么能管理你父亲里边的这种 MA的这种处理化 比如这个MA等于一个 这个玩意儿等于一个随便等于一个10是吧 那你的子类是管不了他了 所以说 哎 子类是不知道负类的构造的 所以说在子类中你不知道啊 比如那你直接使这个MA了 那么 这个时候他肯定是负类给的 已经给的够了好啊 这个MA 而不是你子类去管理负类中 我我子类中写下 MA等于多少 那你负类是不是都不知道这个值了 所以说我们的负类的构造 是没法让子类去继承下去的啊 负类机构也是一样的 因为只有 哎 只有负类自己知道 知道 知道 如何构造 和 吸购自己的属性啊 而 子类 不知道 你不可能 儿子能知道你 父亲里边的东西 因为你 你肯定掉上去 现在有你的负类 然后我才可以再继承 对吧 这个就跟咱们正常的 这个人物关系一样 是吧 你得先有爸的 然后才有儿子 不可能先有儿子 才有爸的 是吧 没有听过这样的东西啊 好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呢 就 就了解这个 它的一个构造和吸购的顺序 以及它们 不会 不会继承哪些东西 对吧 子类不会继承构造 还是复类的构造 吸购啊 那我把这个笔记啊 先给它补全一下 那首先呢 先写一下 继承构造和吸购的顺序 是吧 那一个顺序啊 那第一个呢 就是咱们的 呃 子类 但 呃 创建 对象 是 先 调用 先调用谁啊 先调用附来的构造 然后 调用 自身的 构造 对吧 那吸购顺序呢 吸购顺序 相反的 是吧 吸购 吸购顺序 顺序 与构造 顺序 相反 啊 这是咱们的这个 呃 继承中的构造 这个构造和吸购顺序 然后呢 以及咱们刚才说的啊 子类呢 是不会继承 呃 负类的 呃 这个构造 函数 和吸购函数 啊 这是它不可能基础 继承的东西 好 这就是我们继承中的一个构造和吸购的顺序啊 那把这一段的再来一个 谢谢大家